哈囉 大家好 我是紅月 那我們今天要玩一款模擬法官的遊戲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玩玩看啦 喔 我們目前是怎樣 現在的劇情是我們按電鈴 然後呢 呃 開門 我的名字 有一封 呃 我打的名字是不是 紅月啊 紅月 有一封郵件寫在你的名字裡 然後 尊敬的紅月 你被證明為法官 喔 真的嗎 呵呵 香蕉共和國法官今天 法官交給我OK了 我的邏輯超好 完全沒問題 案例1 我們現在開始審判了是不是 來 看一下看一下 法官大人 首先作為外交部 我們祝願您在新的崗位上取得成功 我們想提醒您重要的細節 以便您做出準確的判斷 OK 您可以在證據檔案中找到證據 同時您還可以獲得平板電腦上 是否有數字證據的信息 OK 案卷 包括案件的內容和被告你的信息 您可以通過點擊麥克風向 被告詢問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 將在決定你的案件狀況發揮重要作用 反正他現在就是一些教學就對了 這些東西都不用看啦 我是神奇法官耶 OK的好不好 來 身為一個專業法官 你有什麼想說的嗎 我要先問他問題 我們先來看案卷中選 好 我們要先看綠色的書 看一下 自香蕉共和國法院 指控違反限制 詹姆斯阿德利在規定實現限制執念 10點後於2點被巡邏隊發現 他因不允許適用形式訴訟程序而被拘留 嗯 我完全看不懂他在寫什麼 什麼叫做在規定的限制時間 就是10點到2點被巡邏隊發現 他是怎樣 他是違反什麼限制 我其實看的不是很懂 表達方式 當時是在1點50左右 我感覺不懂那一刻我忘的限制 只是釋出顯光 我看到 警察在巡邏記都有限制 他的限制 這個翻譯不是很懂 他的意思應該是 嗯 在某個區域 這個時間內不能亂 在這個區域走 然後他在那邊走 被發現是嗎 啊證據呢 證據 這是證據 本案沒有任何證據 OK 啊紅色的書嗎 做與罰 我們要自己看是嗎 這搞怎麼看啊 誰知道啊 啊平板呢 數字證據 沒有 本案沒有數字證據 運用 購物中心 好這邊 這邊 我就不知道幹嘛用的 電子鍵是空的 演講錄音 OK也沒東西 違反限制 應該是指危害國家罪吧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啊 怎麼這麼先問他問題好了 為什麼不讓警察 採取刑事行動 我認為我是對的 他們不給我解釋機會 我不想讓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 在你的陳述中 你說你晚上感覺不住 為什麼不叫救護車 正如我所說法官達人 那一刻我第一個想法就是出去 但在做的時候 我並沒有想到細節 這到底是什麼國家啊 為什麼晚上不能出去看醫生 我這邊應該會英文玩啊 因為我真的是看的不是很懂 他到底在寫什麼 完全找不到他犯了什麼罪啊 不然你們告訴他犯了什麼罪 公訴犯罪啊 我是不是應該每一條都要看一下啊 殺人妾倒一定不是嘛 言語攻擊不是嘛 教唆也不是嘛 哦我找到了 公訴犯罪違反限制 他叫6月公共服務 我雖然不知道怎麼是違反限制 但是 隨便啊好不好 他這個罰款很輕啊 6個月的公共服務和1000塊罰款就行了 好不好 有罪 管你講什麼話 有罪就是有罪 公共服務就行好不好 6個月 6個月 然後錢1000塊 可以的 不管怎麼說 這個很輕啦 你不要太緊張 如果兩個骰子總和是蛇者失敗 成功 Yes 是不是 神奇法官就是我 哦這是我家是嗎 呵 這是誰 我現在理智有100% 代表我還是很屌的是嗎 週一我現在沒有錢了 OK 總之我還可以出去耶 我要去賭場 還去酒吧應該不用吧 我們再結束這一天啊 法律提案已被接受 有犯罪紀錄的犯罪犯現在受到更嚴厲的處罰 好OK 案例2 我們來看一下案例2是什麼 看一下 晚上警察對阿克賽爾布倫燈進行收成 結果在他身上發現的毒品 噢 攜帶毒品 身份掃瞞結果表現是人之前因攜帶毒品罪受兩次審判 並被無罪刺判 為什麼會無罪刺判 他說 他都帶毒品 所有調查結果是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這個叫 痾 AXEL 隨便我不會唸 的人參與了毒品交易 你的名字不重要 我承認我攜帶這種物質 但我只在我自己的環境中 當我獨自一人使用它 以憑藉我的心靈 我沒有傷害任何人 永遠不會 恩 我整個跟你說可能不行 啊 PLEASE可以幹嘛 法官當然幫我什麼不忙 應該是沒他 我發現我目前 他這邊其實有被暗殺去 我可能 惹他不滿他就暗殺我 是嗎 I don't know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證據喔 可卡因 可卡因就是海洛因嘛 帶海洛因 好小子 看一下 毒品罪多少錢 看一下 毒品犯罪 呃 呃 懲罰10月公共服務 然後5000塊罰款 欸 沒有沒有 懲罰應該只有10個月公共服務 這麼輕喔 他都已經是那個了欸 我是不是應該加重處罰 再跟他講個話 在你遇到身份檢查之前 你是否正打算出售改產商品 不罰款當我正要回家 突然看見對我在我的檢查 我的身份證 我想改變方向 但我已經在對我的監視範圍內了 你從誰那裡 採購紙商品 我是通過朋友買的 不知道是誰給的 誠實講好不好 你稱為我的朋友的人 是你的親密朋友嗎 不罰萬大人 他是我一個月前 在一家名為 什麼 Grand Pub的酒吧認識的人 我個人並不認識他 然後就不能講 你不認識是不是 那我就只好抓你了喔 翻一下 我直接判你18個月和5000塊 不講 沒關係 5000塊 18個月 媽的 這遊戲吃肉 毒品不用做了 太扯了 這個隨便玩 隨便成功 我已經有案例了 但是沒有錢 我到底什麼時候要領薪水 結束這一天 第三個案例 看一下他到底又犯了什麼罪 我們前面應該就不用看了 夜間 公司首席執行長 在停車場 保安 力巡 如果是被發現死在汽車後被搶 他殺人是嗎 他被殺喔 警確認事件發生區域的安全攝像頭事件發生期間無法工作 保安 傑森 是事件發生時公司唯一的員工 他是嫌疑人而已 他沒有犯罪紀錄 我們要判斷就對了 有證據嗎 沒有證據 欸 等一下這什麼 為什麼 證據要自己玩 我自己玩還是怎樣 這不是證據箱嗎 我不能打開還是怎樣 啊 我不知道做什麼 我點了三次然後失敗了 是嗎 完蛋了 這是完蛋了 法官大人由於無政府主義對我們國家的攻擊 許多證據丟失了 他這個不會早點講喔 我沒有看到這個完蛋了啦 我可不可以重玩這一天啊 好像可以耶 好像可以重玩這一天 我們將通過我們稱為 這什麼東西的設備 喔 我懂了 我們要看這個平板是不是 數字證據 不是嗎 應用 電子郵件 空的 喔我要擺這些球球 等一下啦 啊我要怎麼判斷 你們告訴我我怎麼判斷 他有判斷 還是我先跟他講個話 好了 停車場入口以及連接公司和停車場的大門都需要這麼做 你認識我是如何潛入停車場的 我找不到任何答案 把關答案 自從我開始值班以來 這些門似乎從未在系統中使用過 你與公司首席執行官弗雷迪克爾斯之間有矛盾嗎 OK 這個不重要啊 這法官怎麼會總是直接幹問題啊 沒幫助啊 喔 各位 我在那邊隨便亂點點一點 他變綠燈了 這樣可以轉了吧 不知道為什麼我打開了 數字證據 甚至在汽車輪胎旁邊發現 用來殺死弗雷 呃 弗雷迪克爾斯 在弗雷迪克爾斯上發現了紅玫瑰 這是證據喔 這樣我還是不知道他有沒有追啊 然後他其實不是被指控謀殺 他是被指控陰謀 謀殺陰謀是 62監獄年欸 哇靠 我目前是看這邊啊 就是停車場入口 以及連接公司的停車場 都需要身份證 所以說 沒有這個 沒有身份證是不能進去的 裡面 就只有他在 怎麼感覺證據不夠啊 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殺的 最好 因為我 我沒辦法判斷 成功了欸 所以我這個是正確的喔 看的不是很懂 輸密碼 為什麼要輸密碼 我要領錢喔 工資加600 房租錢300 是不是貴 我購買了什麼東西 我只賺100塊欸 好慘喔 你的余兒號為提領的工資 好啦 我們領一下 我要怎麼領 我有提款 我要提款 提出來 100塊 OK 這是誰 我的女兒怎麼了 你女兒像你手要100美元的學費 好啦 給他啦 這樣我沒錢 我是窮光蛋欸 好扯喔 來結束這一天 第二週案裡 有兩個人 汽車防盜 車輛停在雷曼迪亞茲 居住的社區 對面的停車場 是被盜 在車輛被認為 被盜了當晚 早上收到通知後 車牌被盡控 當天早上車輛被翻倒 搜索結果是 在車內發現一個 裝有雪茄姐的包裹 身份 身份 核查結果圈 車內人員 名為 Bob什麼鬼的 前偷車賊 前偷車賊 而且他偷車有偷車的紀錄欸 周末我們一家人開著車去 寄宿村的 避暑別墅住了兩天 第二天結束時 我現在忘記鎖車了 因為我在車路上累了 偷竊者也有可能利用這一滴 他忘記鎖車被盜走了 是不是 車輛被認為被盜了 那天早上 他讓我把他手裡的包裹 帶去一個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很快就去了 巴巴家 因為我覺得事情很緊急 他給我的一個車鑰匙 還一張紙 什麼意思啊 我目前看他是被這個人 他的朋友 害了 因為這個鑰匙是他給的 還是這個是他這筆故事啊 在紙聲明發表到康納格林 在家中被發現 並帶到警察進去詢問 我不接受針對我任何指控 所以目前只有兩個人就對了 這個是他朋友 沒有犯罪的紀錄 可能是被拖下水的 這個是偷車賊 OK看一下證據 這個又要玩這個小遊戲了是不是 證據1 一把雪茄鹼和雪茄盒 為什麼會抽雪茄 證據上找到的指紋 是212314 應該就是他 欸 他的指紋 他朋友的指紋 在那個欸 車上欸 平板電腦上有一份數字證據 看一下 無法進行人臉 檢測 這邊看到有一個人 什麼鬼啊 那你給我看這個有什麼意義 這邊就是一個問號 這個不知道是誰 欸 不過這個雪茄鹼 那我 我看 看懂了 就是他在車內裡面找到有一個包裹 真的有包裹 他包裹真的是這一個朋友的 你懂嗎 所以他講他去拿包裹是 真的有這件事情欸 算了算了 先看到他們怎麼講 車被拖那天晚上你在哪裡 那天晚上我和女朋友在一個叫 反正不管啊 隨便一個地方 在天色還太晚之前 我把他送到他家 然後回到了我自己的家 不久後我就睡著了 OK 你最後一次與格林叫他什麼時候 近六個月 他現在過正常的人際關係 他們認識你20年了 哥羅夫說你給他一輛偷來的車送了一個包裹 這件事與我無關 這個他們就在機桶壓獎欸 裡面的確有一個包裹 但這個數字證據又看不出來是什麼 連被拖的那個人都自己都說他可能 忘記鎖車 反正我段時間大概說謊了 證據就已經有這個盒子了好不好 他不對這個盒子進行辯解 所以好不好 兩個都有罪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 汽車防盜什麼防盜啦 懲罰是兩年 然後加重四年 他有錢客說也是加重要四年和兩千罰款 另一個呢 他們兩個都要吧 就把他們兩個都抓去玩 一個兩年就好 另一個是要兩年加四千 你們兩個都完了 這一個先 這個是有罪 公共服務兩年 不是我是監獄兩年 加四千 確定 確定 然後 另一個呢 不是兩年是四年 這個是四年才對 完了我判太輕了 完蛋了我判太輕了 而且他還不給我改欸 好扯喔 算了 那就兩年就好了 啊 少判兩年啦 怎麼辦 所以我目前是成功了是嗎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我判的是不是對 搞不好我有冤枉他們人 對不對 I don't know 結束 什麼武術管理已經全播了 比如最近無政府主義走的 行動日益爭奪 政府宣布戒嚴 我天啊戒嚴欸 現在可以任命法官審理所有類型的案件 OK 欸怎麼我被捕的幾率有10%欸 為什麼啊 甚至我可能法官審一審會被捕 現在有四個人的是什麼意思 12歲的人和他的妹妹 監護權 監護權優雖獲得也要交給我 太麻煩了吧 名叫本羅賓和迪亞茲羅賓的人 最近離婚了 OK 孩子的母親 提起 護重點監護 這不重要 這不用看了 由於離婚母親下父親所要一定是我的贊養費 反正就是母親想要帶走兩個孩子 然後 還要跟父親要錢 有什麼好問嗎 有什麼數字證據嗎 應該沒有吧 我們只能反問了 你因為父母離婚而傷心嗎 恩 不 不是 因為我的媽媽和爸爸相處不太好 今天在吵架 我姐姐對這種情況感到非常不安 這不是他妹妹嗎 怎麼變姊姊了 我再也無法忍受姊姊的哭泣了 那麼你想和媽媽住還是爸爸住 對我來說最重要是妹妹 他不想離開她 喔他最好是想要跟媽媽住在一起 你更喜歡誰 媽媽 OK 你因為父母離婚而傷心嗎 喔問問妹妹是不是 是的很多 結果他們吵架 OK 你哥哥你媽媽還是爸爸 喔你一定要選一個啊 選一個 我不想只選一個 我現在唯一的願望就是哥哥不要離開我 哇 這一個比較想跟媽媽 他有講出一個選擇他想跟媽媽 他的話都可以吧 他是都不想 但是他只要跟他哥哥在一起就好 那 判決 痾 我覺得都給母親好了 條件不夠 扶養兩個孩子很困難 獻給他的祖國 我要選這個嗎 選擇看好不好 其實應該要選那個啦 我 但是 不知道欸 最後一個好像是垃圾決定 你們知道嗎 但是我很好奇選的會怎樣 我們選擇看好不好 這樣我不會失敗 最低概率 成功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被槍殺概率 這個是被補概率是嗎 我 而且重點是這個東西我覺得做的沒有很好 我覺得我不知道他們後續怎麼了 就我不能看到他們的反應啊 來下一個 你有什麼問題 陰謀 他以前有套前科欸 一個名叫阿曼達薩維亞的人 在高速公路附近的森林慢跑時 發現一個人的屍體 嗯哼 然後事件的攝像頭沒有辦法工作 然後 屍檢報告 長期缺氧死亡 嗯哼 收喊最後見到的人 是 一個 公司董事會成員啊 那天晚上我們一起離開的公司 看我們開著他車去的一個 酒吧 在那裡待了一個小時 他把我送到家不知道之後做了什麼 也不知道他去了哪 弗朗爾西斯是我的好朋友 坐在吧台的時候他感到很困擾 但無論我什麼見到他也都沒有說什麼 他只是說這些天的生活有點不對 無論他做了什麼都無法改變 他有點痛苦是不是 那天早上我就像每天一樣 千萬我一直喜歡跑步的森林區 當我休息一顆水子 我看到了 灌木蟲躺著一具屍體 然後又帶著一朵紅玫瑰 紅玫瑰會跟第一個人 這是連續殺人紀錄是不是 看一下證據好了 哇他怎麼那麼喜歡保存證據 這是要幹嘛啊 接線喔 好白癡喔 喔喔這邊有線路啦 我在刷哪 該不會之前也有提示 只是我都沒有在看吧 不好意思啊我只能說 因為我們拍影片有時候很難思考東西 OK 又是這個東西 那 他會是兇手啊 I don't know 問他 你的福朗西這友誼持續多久 四年 OK 公司裡有人不喜歡他嗎 沒有 你經常和他一起去酒吧嗎 是的 這個沒有證據 這個還是沒有證據啊 可是他有犯罪紀錄耶各位 我可不可以看他的犯罪紀錄是什麼 喔有一個消息 條件不夠 兩個孩子都被收到孤兒院 我不明白這個決定的目的 我能夠照顧我的孩子 這個是我上次的 他其實有後續耶 就是如果我亂選有沒有 他會對我很生氣耶 哇操 他會不會之後就要暗殺我還是怎樣 OK那這個怎麼辦 他有那個耶 證據 他其實有犯過罪耶 但是我覺得 算了啊 證據不夠啊 清白 證據不夠 怎麼了 根據你在案件中做出的決定 我們決定提交您的工資 是不是 OK領錢 爽喔 我現在有兩百塊 爽歪歪 然後呢我們現在其實有一點錢 我是不是可以去其他地方 去酒吧 去賭場看好了 賭場可以玩 命運之輪和撲克牌 blackjack是什麼意思啊 知道怎麼玩啊 我可以下注喔 下注一塊錢 怎麼了我要拿卡 3 呃 拿卡 我應該會贏吧 我是那個耶 兩個 一個對子耶 對不對 我們 什麼貴啊 最好他運氣那麼好 我會玩了 加價 100塊 4 2 3 繼續拿 我不會玩了各位 我要輸光了 我沒有錢了 過我剩98塊 不行我一定要贏回來 50塊 我等一下贏回來 再拿一張 喔 啊 為什麼我這樣輸了 為什麼我這樣算輸 我其實看的不是很懂 他這個沒說命嗎 我說48塊了 完了 這告訴我們不懂 千萬別賭博 這一週錢快被我花光了 9Q 我應該會贏吧 這樣應該是我贏了 呵呵 完全看不懂 但是沒關係我賺錢了 既然我們賺了錢 該怎麼做 加碼好不好 加碼 我現在有多少錢 88 我88全賭了 all in這一回 好不好 這個要在哪 不然我會輸 欸我贏了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一下 我是不應該繼續賭啦 我就把錢賺回來 我們玩看另一個好了 其實我看的不是很懂 畢竟我沒賭不過 我只能說如果觀眾懂的 還是少賭為妙 好不好 這個要幹嘛 轉圈圈喔 這個我就看得懂了 轉到西瓜會翻50倍 呃 所以我可以賭看他轉到什麼 是不是 只要我賭西瓜是不是就很賺啊 我們 先放個50塊看看 50塊也有可能只有兩倍 而且要轉到才有 西瓜 西瓜 哎呀 西瓜怎麼難 再一次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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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西瓜怎麼難啊 不知道我不是 在當法工嗎 我在這邊賭博啊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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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看來我真的沒有賭運啊 我剩最後一點錢 來這邊玩一玩好了 哪卡 JK 目前我看是我贏嘛對不對 應該是我贏喔 喔 應該是我贏喔 這個是比大小是不是 喔 我現在沒錢了啦 我不太會玩 我是不是可以點那個啊 重來啊 欸我真的沒有錢了欸 他直接幫我保存了 我直接變窮鬼 我操 哇靠 再告訴我們不要賭博啊 各位 我不會賭啊 來看一下個案件 一個是威脅一個故意傷害 看一下 這起事件發生在晚上 一個名叫埃爾登 鄧肯的人的家裡 傷害的是叫亞瑟的人 然後他臨陣脫逃 他以前有犯罪紀錄喔 反正阿瑟要被逮捕 發出逮捕令 因為他傷害了 我們接到團隊 我們團隊接到你的同事長在收拾 確認證明威 亞瑟的人藏在他姊姊家裡 一個月前我向一個名叫亞瑟達列爾人 借了一些錢 他一直打電話給我 告訴我他 我的債務翻了一番 而且日益增加 我多次告訴他 我還沒有收到工作單位的工資 等收到了就還 警告老子 他還是沒有停止 給博尼打電話和哨了 OK 博尼是誰啊 過了一會兒 他開始跟我回家 雖然我多次向警方反映這一情況 但沒有得到積極回應 當我終於離開工作場地 回到家時 他看到 他就被捅了是不是 他拿刀指責 要求他安靜 然後去他的公寓 然後進入他就開始翻槍倒櫃 但他找不到時候 他把手裡的刀刺 刺進了我腿裡 喔 天阿 來看一下另一個人講什麼 大約一個月前 阿爾 登登肯打電話給我 說要一些錢 OK 他說他會盡快付錢給我 於是一個月後沒有回覆 我實在受不了 他一個月而已你就受不了 就打電話給他 告訴他必須還債 嗯哼 當我去他家時 我告訴 他告訴我錢在他公寓裡 我們應該去公寓 當我們到我回到家時 他請我坐下 並說他很快回來 然後 他拿著刀站在我面前開始威脅喔 我告訴他無論如何都必須 償還債務 然後 他把刀抄我揮過來 結果那時我做出了自衛動作 刀子插在艾爾登的腿上 OK 其實兩邊都講的有道理 我們來看看證據 喔不要再鎖證據箱了 這到底要幹嘛 喔我懂了 我要照順序點啦 OK 轉 看一下 在該人身上發現的刀 2127 喔有指紋欸 21272 21272是誰 21272是這一個人的指紋 只有一個嗎 應該會有兩個吧 照他們這樣講的話 喔 在錄製雙方交談 你怎麼都把錢給我 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會盡快退款 夠了我不能再等了 如果你做完明天之前不付款 我對發生的後果 不承擔任何責任 冷靜下來 我說我會付錢 如果你明天不付錢 我就殺你 威脅 啊 罪證確鑿啦 威脅 這個就沒辦法LINE了 好不好 而且 只有啊 只有這一個人的指紋 跟前一個人 完全沒有關係 好不好 你完蛋了 但他們有犯罪字幕前一個有欸 OK不管 喔這沒有故意傷害 人身攻擊犯罪 故意傷害八年監獄 OK 八年監獄 啊危險喔 看一下威脅 言語攻擊喔 威脅 兩年加八年十年 你完蛋了 好不好 你完蛋了 這個是無罪的啦 這個是清白的 但是你完蛋了 有罪 十年 只是我現在還是沒有錢 下一天 法律提案已被接受 精神師場的罪犯 將被送往治療 而不是受到懲罰 OK 你想幹嘛 額 故意損壞公共財產 他理智健康測試 積極的 消極的 看不得不是很懂 積極是指他有點有病是嗎 呵呵 我不知道 總之 他 使用市長鄧的公民 注意到這一次間 什麼意思啊 檢查了攝像機紀錄 是這一個人做的 他損壞了什麼 他是 在 在砍 在砍那個長椅 是嗎 首先我不知道這樣做是犯惡 我這樣做的原因是 我無意中養成一個壞儀館 他就像是變成一種癮喔 那你不知道是犯罪也沒用啊 你懂嗎 犯罪就是犯罪 但是沒關係 還可以重慶量刑 好不好 我們看證據 哇 你刮成這樣你跟我說 你不知道這是犯罪 你拿三把刀再刮欸 你跟我說你不是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 故意損害 好不好 可是他有病 你知道嗎 所有理智健康測試成陰性的被告 都必須接受治療 陰性 陰性 啊這個是陰性嗎 不是 這個積極應該是陽性的意思 他有點病 所以他應該是正常 他 陽性是他是正常的 他是正常的 故意損害公共財產 好啦 十二個月就好 好不好 十二個月 他這個也不用做啦 他理智沒問題啊 有罪 公共服務十二個月 yes 第三個案例 怎麼了 音樂製作公司 指控他們 使用的屬於他們作品 就是兩個音樂公司互告啊 最近發布了一首新歌 歌曲發行後三天 然後也發行了 只是曲目的基礎設施為證據 侵犯了版權 要支付一千萬美元的賠償 我們在發行的曲目上花了很多時間 我們很高興終於完成了他 但幾天後 我們意識到音樂公司 the world 發行的歌曲 使用了我們的 呃 完全相同的基礎設施 反正就是旋律一樣嗎 他另一個呢 我們的曲目是使用完全原創的基礎設施 不要再基礎設施 這什麼垃圾翻譯啊 反正這個也不用看他們在講什麼 看證據 這會不會版權啊 你是不是想害我 有版權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比較好聽耶 超人家的比較好聽耶 其實真的 差不多耶 我覺得真的是差不多 看他們怎麼講好了 他們好像也不能 不能看他們怎麼講 是嗎 算了我覺得這個 因為比較好聽 他不用不用陪他 無罪啊我覺得這個 他也有點牽強 這個真的很難判耶 喔 我錢又變多了 是不是 那我現在工資又漲了 三百塊 爽啊 有錢之後 幹嘛啊 小兒子 我靠 你兒子說你的衣服變舊了 他是給他還是給我啊 應該是買他自己的吧 哇這些小孩就直接跟我要錢 是怎樣 這樣我就沒有錢了耶 啊酒吧可以幹嘛 酒吧可以 買家裡製的酒 OK 好像也還好 我覺得這個遊戲目前玩起來是還行啊 你們懂嗎 還行啊 但是我 比較 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 就是我真的不能夠看他們 被我判刑之後的 想法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 不管啊 總之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差不多先到這 如果觀眾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觀眾喜歡的話 那什麼建議的話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